這件事件的本質是有12位香港的居民 是涉嫌非法入境內地 是犯了內地的偷越國境或者偷越邊境罪 所以是被內地的執法機構拘留 所以顯而易見這個案件是屬於內地司法管轄區的範圍 所以由內地機關依法 也是依內地法來處理是非常恰當 也不應該有另外一個方法 正如如果在香港發生的罪行 我們也是堅持由香港的執法機關 以及由司法機關來處理 如果我們再客觀深究 為什麼這12個人會以不合法的途徑離開香港 事件的本質就應該更加清楚了 我簡單覆述我們已經公佈了資料 在這12個人裏面 只有一個人是涉嫌違反香港的國安法 當然也有違反其他刑事罪行 包括無牌管有彈藥 現在是保釋後查的 另外一個人是涉嫌製造或者藏有爆炸品 但是我們沒有拘捕到他 他已經是遇見了 所以現在是被警方通緝的 最後那10位人是涉嫌 是一系列嚴重的刑事罪行 包括製造和管有爆炸品 縱火、暴力事件、傷人、襲警 他們都是保釋後查 所謂港緊的12名人士 都是在應該後查或者後審期間潛逃 離開了香港 現在全部都應該是被警方通緝中了 所謂離港出走的原因 看來就是逃避這個法律的責任 我為什麼要說事件的本質呢 就因為是要以政視聽 因為有一些本地或者外國的人士 都嘗試去轉移視線 就形容是一些民主的人士受到鎮壓 諸如此類 亦都是有意無意 就是描繪到好像12個人 都跟國安法有關 我剛才說了 只是有一名人士 是涉嫌違反香港的國安法的 特區政府在處理跨境的犯罪原則 都是一致的 包括以下幾樣原則 第一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他進入了另一個司法管轄區 犯了當地的法律 當然要受到當地的執法機構的調查 以及受到當地的法律的制裁 第二 就是每一個司法管轄區 香港本身是一個司法管轄區 我們都是按著法律來處理一些違法行為 這個是公認的基本法律的原則 所以互相尊重 無論在國際上 或者在我們跨境的處理犯罪案件 都是應該獲得正視和重視的 第三 就是任何香港人在境外涉嫌違法 無論他的背景 是什麼呢 特區政府都會按著實際情況 在尊重當地的司法制度的原則之下 為這些香港居民提供可行的協助 是不會有雙重的標準 特區政府一如既往 會繼續積極地去跟進這件事 留意事態的發展 以及按需透過我們的入境處 以及我們的駐月辦 提供所需的協助 對於報傳 即是報導 轉述 說有五位香港人士潛逃台灣 現在是沒有資料 也都沒有收到家屬求助 也都沒有收到台灣的訊息